拜托了 各大博主 你们真的不要再散播 容貌焦虑了好吗 我本人真的是在医美行业里面 工作很多年了 前几年这个圈子真的很乱 但是这几年确实也规范了不少 但是还是架不住有些机构 去联合一些博主去洽黑钱 一天天研究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医美项目 真的不把人当人 动不动让你割骨头 你割肉的 把那个人做得跟生化魔人一样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所了解过的那些阴间医美项目 第一个就是颅顶填充手术 脑勺很圆 颅顶很高 整个就头薄脸 小脸很小 扎弯都特别好看 搞得连赵小棠这种美女 都开始颅顶焦虑 他怕肯定是他颅顶逼 我怕肯定是他颅顶逼 姐姐帮我把这电球 我怕你都喷出定型 所以这几年就从韩国传来了 一个叫做颅顶填充术的手术 所以做完了之后 就可以像布朗菲拼里面的 Jenny一样 一个头顶又高又好看 每个人都是人间香奈儿 放屁 这个手术原本在国内也有 它是用来给一些出意外 导致头骨缺损的患者 修补他头骨用的 一般就是3D打印出一个人工头骨 或者是用骨水仪 直接去再塑他的骨头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活生生的在那边 搞成一个医美手术 很多中国人还专门到韩国 去做这个手术 你要知道 我们正常的头皮 它是紧贴着我们头骨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手术 等于说要完整的剥开你的头皮 然后把你的头骨填圆 再把头皮给包上 对不对 那你做完了之后 你S码的头皮就包不上 你L码的头骨了 那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 就是医生会给你硬缝上 如果你填的量过多 就导致你这个伤口张力过大 你这个伤口就一直无法愈合 之前就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女生填头顶 然后填多了 导致的头顶就一直有一个伤口 无法愈合 看起来就像一个洞一样 这个洞每天都在漏液 漏了那种黄水 漏了那种血这样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医生也没有办法 在缝上 他就一直在跟医院打官司 你说惨不惨 而且这个手术的并发症 还不止这个 更常见的就是你头发会变得稀疏 为什么呢 你想原本你每平方厘米 是长一万根头发的 现在你每平方厘米 就长八千根头发 那看起来肯定就输了 对不对 而且因为你损伤到头皮的血管 肯定你会出现 短暂的头皮供血不足 这个时候你头发 就会惩罢惩罢的掉 你想你花那么多钱 把自己整成一拳超人 值得不值得 第二个这个阴间医美项目 就最近特别火了这个精灵 而且就是荒唐 还拿人家孙力举例子 说你家孙力长得好看 就像是耳朵长 耳朵长得好看 像是脸小 其实耳朵在医学领域里面 还真的有一个美学定义 就是说有一个鼻耳夹角 就是你鼻子是纵轴线 和你外耳阔的边缘 形成的夹角 要在13度之内 如果大于13度 可能医生会给你定义成招风耳 还有一个叫做卢耳夹角 就是你耳朵和你后脑勺的夹角 它最好是在30度到45度之间 如果超过45度 你的耳朵比较支冷 就有点招风耳的范畴 耳朵不影响使用就行了 你管它是什么角度 日本人就有很多是招风耳 因为他们人种的问题 头颅会天生长得比较小 所以就会显得他们耳朵比较大 他们的耳朵有时候会到腮部的位置 然后就有些博主就说了 说人家就是因为耳朵大 显得脸小 然后你没有耳朵就显得脸大 拜托 人家是本来头就长得小 显得耳朵大 你这就跟说秋树珍雕扑克牌一样 你说秋树珍雕成这个样子好看 我雕成那样我得雕个iPad 所以我真的就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机构 会愿意帮人做招风耳手术 反正我听过 就是做完回来人给我反馈说 就你耳朵后面 因为填了太多东西 所以就一直有异物感 感觉你睡觉的时候 整个石头一样 这两个手术已经够离谱了 更不要说什么小腿神经阻断术 什么阶位手术 还有我特别不能理解 我觉得在散播 这些地方焦虑的一些博主 他们其实就在做一种内卷行为 他们在告诉你就当下颜值 是可以转化成经济的这个时代里 他们通过整形 让自己通过走捷径的一个方法 就更快的获得收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作为一个医美从业人员 我是没有太多好看到顶的人了 你看他们看太多了 你会发现长得好看 还必须要聪明 两者要共存 就如果只是长得好看 但是双伤都很低 你会发现这一类人 会比我们更加容易容貌焦虑 因为相比于提升学历和才华 在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 你提升容貌是投入最少 收益最高的一个选项 所以越是没有底牌的美人 他们就越是觉得 自己需要优化的地方就更多 然后他们就会不停的 去改造自己的身体 去制造新一轮的容貌焦虑 今天我说精灵儿好看 明天我就说漫画腿好看 好看的人又被更好看的人给焦虑到 大家就开始疯狂内卷 每个人都在追着流行去做脸 好 最后喂饱的那些 只有把你当做韭菜的 所谓的医美不得 而双伤比较高的人 哪怕就是容貌比较普通 但是他们那种从容理性的气质和谈吐 会吸引到很多非常正向的伴侣和合作伙伴 所以他们一直在走上坡路 那你可能就会想 双伤高的人 他们再去动脸变得更好看 又双伤很高 那我不是永远理不过别人了 我跟你说双伤好看的人 不会往脑袋里面塞水 想要变美无可厚非 但是你不要盲目的被一些博主 或者说女明星的美貌营销 给带出容貌焦虑 以前不营销的时候 你也没有发现 谁的耳朵好不好看 不跟别人比学习呢 然后就请一些博主就适可而止 你要是有钱喜欢做脸 就多做几次 你把大家的一份都做掉 我看你是靠这个精灵耳能上天 还是你的漫画腿能去文艺走梯台 好了 我是小豪 想要变美先补脑 记得点关注